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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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关》 各位观众大家好 《山海关》在什么地方呢? 《山海关》在河北省秦皇岛市 《山海关》是东北15公里的地方 《山海关》 《山海关》它古代称作渔关 《山海关》到明朝的时候 《山海关》的地理形式呢 是非常险峻的 《山海关》有一个叫马文生的 曾经写了一首诗 《山海关》 《岑文山海英关》 《岑尽山海关》 《金日精行 眼界宽 《万穿波涛关不尽》 《千寻绝臂画英难》 这个山上面绝壁 看上去呢 就是画也很难把它画出来 我觉得呢 马文生他这个说法是很正确 我曾经到山海关 登上脚山长城 仰望老龙头看见 这个山海关长城这一带 形势呢的确是非常的险峻 北边的这个烟山山脉 它这个渔脉还是很高大 山上的长城 一直延伸到海中去 而山海关 它正是坐落在 山海之间的一座民官 那么山海关 它是由谁修成的 怎么修的 这个关的特点是什么 那么据文献记载 山海关 是在明洪武十四年 由当时的大将军徐达 主持修建的 这个关那就比 嘉余关晚修了九年 虽然晚修了九年呢 在这个关它起的作用 还是非常之大的 明王朝为什么要在 这地方修关 那么从当时的形势来看 他还是为了防御 东北地区的 女真势力 因为这个女真人 在东北地区崛起 势力呢 越来越大 当年徐达修山海关 民间还有一个传说 徐达去山海关呢 是受了明太祖 朱元璋的命令的 朱元璋说 徐达去东北方 给我们修一道关 所以徐达呢 起着站马 一直向东北方向走 那么最终走到了 脚山底下一看 这个地方的形势很好 向朱元璋汇报 发现了一个 可以至关的好地方 所以朱元璋就下令 修祖让他们来主持修建 修成之后 徐达向朱元璋进行汇报 朱元璋说 这个关叫什么明啊 当时徐达说没明啊 我们没想到起明的事 不过呢 这个地方 它的北面是大山 它的南面呢是大海 有山有海 真是山海之关啊 请陛下你定夺 那朱元璋就说 就叫山海关吧 所以呢 就把新修的这个关 叫了山海关 这个山海关呢 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 宏大的一个防御体系 因为它有关楼 长城 还有很多的墩台组成 也说这个关 关城以外还有关 楼外还有楼 所谓呢 前拱后卫 彼此呼应 相互守望 互为计较 就可以起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防御的作用 山海关这个关城 规模本身比较大 那么它的南边 一直伸到了 渤海之中 它的长城一直走到海中去了 它的北边呢 一直走到了山上 所以呢 要从东北 进入端里 必须要通过山海关 关城 山海关就可以起到 很好的手艺作用 山海关在修成之初 由于当时 东北地区 女人族还不够强大 所以山海关 这个作用还不明显 明代前期 还是相安无事 但是到了明代中期 这个女人人就越来越强大 山海关的地位 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冥王朝就加强了 对山海关一带的防务 从而不断修足 使山海关 显得更加雄伟壮丽 在山海关东门 镇东楼上 悬挂着一块匾额 上面赫然书写着 天下第一关 五个正凯大字 这几个字 气势豪壮 大气磅礴 比例苍净 与城楼风格浑然一体 堪称古今巨作 然而 匾上除了五个大字外 并没有留下任何落魂 因而关于这五个大字的作者 一直众说纷纭 那么究竟是谁书写了 这囚禁有力的五个大字 关于山海关 还有着哪些 引人入胜的传说故事呢 后来据文贤记载说 这个匾额很可能 是当地的一个才子 叫做萧贤的人提写的 民间有一个非常生动的传说 所以这个萧贤呢 非常有学问 就居住在山海关一带 名县重是他就想给这个山海关呢 写一个扁牌 因为这个关 它是长城东边的关 而且呢 非常的雄壮 所以呢 把它叫做天下第一关 应该把它写下来 由谁写呢 那么当时 山海关负责防务的 这个军官呢 他先派人呢 在山海关的城路上量了一下这个宽度和长度 然后让人做了一个五米多长 将近两米宽的转一个大匾 把匾做成了之后呢 由谁来写这几个字 谁能写的了这几个大字 他们在犯愁 后来他们打听到 说这个萧贤 不仅学位很大 而且书法了得 所以就请他来写 那么当时 这个军官呢 向萧贤说明来意 请他来书写这几个大字 萧贤呢 还有所惆怅 最后他答应了 他说不过呢 我写是可以的 但是呢 你不要催我 我这需要一段时间 来思考酝酿 到实际成熟的时候 我自然会写 山海关负责防务的 这个军官呢 就派人造了一支 很大很大的笔 送给了萧贤 回来就问他说 这萧贤干什么呢 来人就汇报说 这萧贤一天呢 在他的这个花园里面 练武 他不是武剑 他是拿着一个扁带 在这地方武来武去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后来又过了二十多天 这个萧贤 仍然没有写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回来人呢 就向这个军官呢 汇报说 他好像还是不想写啊 他成天在这地方 阴师呀 什么飞流之下三千尺 一是银河落九天 他在背诵唐诗词 不知道他为啥做这些事 后来 据说朝廷派大员 要来视察工作 这个军官着急了 就派人说明来语 说人家马上就要到了 要视察 我们这个匾额呢 现在赶紧把它写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呢 萧贤才来到了这个 大目匾之前 拿起了大笔 他拿出大笔 他不写 他端向来端向去 就是看过来看过去 来回观察 这一会儿愁眉不展 一会儿有哈哈大笑 大里正在纳闷的时候呢 就看他挥动了手中的毛笔 开始输写 最后就写成了 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 这字写好之后呢 大家都很兴奋 萧贤就说 哎呀 写得不好 因为没到时间呢 我的功还没连够 现在就七天来写了 所以写得不好 当时这个军官还很高兴说 哎 你很好了 很好了 哎 我请你去吃饭吧 所以呢 就在山海各国餐馆里面 请他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呢 这个匾额挂上去了 挂上去一看呢 这个天下第一关的这个下子 这一点呢太小了 好像看起来不协调 可是这个时候呢 人家朝廷的官员快到了 是吧 要重新上去输血吧 好像来不及 据说这个消息呢 集中生智 他把饭堂里 这个服务人员的这个抹布 拿过来 在墨汁里面 转了一下 然后呢 稍微转了转 然后就 跳起来扔上去 那么他这个抹布呢 正好就扔在 下子那一点的地方 从而是 天下第一关 这个下子 显得更有水平 更有特色 当然这个事情呢 很多人质疑 所以这可能是个传说 我觉得呢 这个也可能是个传说 不过是人们为了 增加一个话题而已 但是天下第一关 这个牌匾的确写得很大 天下第一关呢 它的原始的匾额 据说是放在城楼中的 现在 在楼上挂的这个匾 是后来复制的 不是真品 那么山海关 还有一个传说 就是关于孟江女的传说 因为在山海关东边 有一个江女庙 这个江女庙 当然是供奉孟江女的 民间相传 孟江女库长城在这 所以说在这地方修了庙 关于孟江女库长城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 所以孟江女呢 是秦朝人 秦朝旺时代 调了大量的民夫 修租长城 因为长城呢 供需量非常大 它所动用的人力物力呢 是天文数字 劳动力不够 就到处争调民夫 因为到处抓人 所以老百姓呢 人心惶惶 有一个人呢 叫做范其良的 他也成了官兵抓捕的对象 后来这个范其良 他不想去 所以他就藏到了孟江花园 而孟江花园的主人 就是孟江女的父亲 孟江女呢 是一个美女 他和他的父亲呢 就把这个范其良 把他藏起来 后来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 所以干脆地就把他 招为上门女婿 这个事儿被官军知道了 所以呢 这个范其良 就被抓去修长城了 那么春去秋来到了冬天 孟江女还得不到他父亲的这个音讯 他就做了冬天预寒的服装 送到长城去 结果没想到他到了长城 他听说这个范其良呢 已经累死了 而且他的尸体呢 被埋进到长城 所以孟江女呢 就非常笨痛 他呼天喊地 他痛哭流涕 非常悲伤 他的哭声 感动上苍 他的哭声呢 是长城阵裂 阵裂之后就发现了 很多的骨骼 都从长城中崩塌出来了 后来呢 这个孟江女就鸟破了她的手指 用血掉在这个骨头上 明年传说 如果是自己的夫君 那个血就会溶进骨头里面 如果不是 血液就会流掉 最终呢 他通过这个方式呢 就变出了他的夫君 范其良 把他的骨骼带了回来 这个传说呢 非常凄美 其实呢 这个传说很不靠谱 实际上呢 据说孟江女呢 她是春秋末年的齐国人 当年齐国有一个叫齐良的人 是吧 后来死了 她的妻子呢 就收她的屎 而且非常悲痛 人们把这个故事 后来就演绎成了 孟江女顾长城 在秦朝的事 后来呢 上海关有了长城 人们又把她 赴回到明朝去了 这个故事 作为传说 我们是可以听一听 为什么 人们在山海关 要修江女庙 这可能呢 还是人们出于对 劳努人民的一种同情 因为修长城 的确是中国古代 最大的一种劳役 在丛山峻岭之上 要修租高大的城墙 要搬东巨石 那是需要很大的劳动力的 那带来的苦难 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这个 人们纪念孟江女 怀念孟江女 同情她 一方面是 同情她的坚真 女性的坚真 那么更重要的可能 还是对劳动人民的 这种同情 我们应当这样理解 当然传说毕竟是传说 山海关修行之后 它在军上所起的作用 比嘉瑜关要大得多 因为在明代中后期 它曾经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山海关距离京城 只有不到300公里的距离 它也是明王朝 面对东北方向敌人的 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 这座有着天下第一关之称的 雄关 曾是大明王朝 最为坚固的屏障 一旦被厚金南下的大军突破 京师就无险可依 危在旦夕 因而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那么这样一座 由重兵把守 且一手难攻的关爱 最终是如何被攻破的呢 明朝后期 明王朝日益复朽 社会矛盾非常之尖锐 那么加上出现了 严重的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呢 又加兴了社会矛盾 所以呢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当时在陕北 出现了高云祥 李自成起义 后来呢 张献忠也发动了起义 那么除了这些起义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起义 所以明王朝呢 已经陷入了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 也就是说他的内忧 非常的严重 当然这个内忧的严重 和外患也有关系 明朝的外患 起初主要是沃寇 这个沃寇呢 不断地在中国的山东 浙江 福建一带侵扰 造成了很大的困惑 中国人民抗卧 也是可歌可期 但明代后期的这个外患呢 主要是来自东北地区的 后金政权 公元1616年 诺尔哈齿在赫图阿拉 建立了后金政权 那么在建立后金政权之后呢 就不断地向明王朝 发动了进攻 撒尔湖之战 他打败明军 取得重大的胜利 那么后来在 1626年的时候 诺尔哈齿 又向西扩张 准备攻破明王朝 辽东防线 他的目标 就是要从关外 到达关内 要成为中原大帝的主人 所以他的这个野心 还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呢 1626年 对于诺尔哈齿来说 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年份 因为他在 攻打宁远的过程中 遇到了明朝大将 袁崇焕的拼死抵抗 袁崇焕是明朝后期 一位杰出的将领 他具有比较高超的 军事指挥才能 所以他在宁远 打败了 诺尔哈齿 诺尔哈齿 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败仗 在吃了败仗之后呢 又得了病 所以就病死了 诺尔哈齿病死之后 皇太级即位 他当然是要贯彻 诺尔哈齿的 这个一贯的既定方针 所以 他在 1627年 又开始围困宁远 和锦州 结果呢 又被袁崇焕打败 所以这个袁崇焕呢 似乎就成了 后金王朝的一个克星 所以后金呢 很惧怕他 但是 这个皇太级呢 是很有质谋的 皇太级 硬得不行来软得 他是用反奸之计 那么最终呢 导致了袁崇焕被杀 袁崇焕本来是 明朝在东北地区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将领 他是明王朝的 可以说 是一个长城吧 但是 从政皇帝 他情形残言 他中了反戒之计 将袁崇焕淋迟处死 自毁长城 袁崇焕被杀 是明王朝 在东北地区的力量呢 日益削弱 所以在明朝后期呢 明王朝在内忧外患的 双重压迫下 已经是摇摇于罪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明王农民起义军 势力发展很快 李自成 他提出军前勉良的口号 他提出分明兵向的主张 主张通过流动作战 来消灭明朝的有生力量 来达到推翻明王朝的目的 在李自成的指挥之下 农民起义军势力不断地发展 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了 很大的影响 在1644年 李自成 他建立了大逊龙政权 在建立大逊龙政权之后 他决定呢 向明朝的从事中心 北京发动进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 就是从政皇帝 赶到万败无奈 所以他急忙调遣 当时的纪政总兵唐通 还有辽东总兵吴三贵 让他们入京秦王 那么当时呢 只有唐通 率领他的部队 按时赶到了北京 被安排在军官 这所军官 而吴三贵 他的进军速度很慢 他虽然也应召了 可是他磨磨蹭蹭 走得很慢 当时唐通 看到这个李自成啊 兵多将广 势力很大 所以就投降了李自成 在1644年 3月19日 李自成最终攻陷北京 明朝的从政皇帝 吊势在眉三 明王朝就这样灭亡了 旧的王朝推翻了 新的王朝如何建立 天下如何统治 其实对李自成来说 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 非常严峻的问题 那么李自成过去呢 他只是南政北战 他并没有认真考虑 应当如何来建立一个 新的王朝 如何来统治天下 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 那些农民骑鱼的将领 在进入北京之后 看到北京这个花花世界 里面有很多 他们过去从未见过的 从未看过的 从未得到过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呢 就开始鞠躬自傲 那么虽然李自成 在起初的时候发布诏令 严禁抢掠 要求严明军纪 求好无范 让老百姓正常的经商 让这些明朝的官员 只要服从农民骑鱼的安排 依然可以继续呢 从事他的工作 所以社会相对来说 还比较安定 但是当时农民骑鱼 实行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政策 为了争取民心嘛 就是说三年不争 不向老百姓征出辅税 那么大孙军 他所需要的这些物资 从何而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李自成和他的手下 尤其他手下那些将领 就提出了他过去的 一种均填免粮 那基础上的一个 非常极端的措施 就是让那些朝廷的官员 明朝的降官 降将 那些土豪略身 向朝廷眷献物资 不眷献 他们就采取了一种 严刑峻法的措施 进行考虑 按照朝廷这些官员的 品级的大小 规定了要向朝廷 交纳钱财的数量 同时 他派兵四处 进行解夺 他们大事所望 他们认为 这个李自成 大宣政权 不是他们想要的政权 这个政权呢 是他们的敌人 所以他们就完全 站在了对立面 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呢 李自成和他的将领们 缺乏足够的认识 在冥王朝灭亡之后 吴三桂听到了这个消息 他就又返回三海关去了 李自成听说 吴三桂回到三海关 他也认为 东北地区的后金 在当时呢 已经成为清 因为在1636年呢 黄太金已经把 这个政权呢 改为清 他认为这个清朝呢 也是他的敌人 还是有必要 加以防御的 所以呢 他想争取吴三桂 归降大宣政权 在这个关键时刻 清军积极谋求入关 李自成也有 防范清军之心 而举棋不定的吴三桂 成为双方争取的 关键人物 山海关作为东北 和华北之间的 咽喉要道 则成为三方关注的焦点 对于吴三桂来说 一边是关内 推翻明朝的大顺政权 一边是关外 虎视眈眈的大清政权 接下来该如何抉择 成为摆在他眼前的 最大难题 然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 这件事彻底坚定了 吴三桂的选择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 吴三桂又会做出 怎样的抉择呢 请继续收看 天下名官第八集 威威雄兹山海关 李自成就派降将唐通 带着他的亲笔信 前往山海关 要招负吴三桂 唐通率领军队 到了山海关 说明来意 其实吴三桂呢 对农民骑军 也是非常痛恨的 因为他是辽东总兵 他的父亲 过去也是明朝的大将 他的舅舅呢 也是明朝的大将 他们根本和农民骑军 就不是一条心 但是呢 他当时思前想去 觉得呢 只有偷靠李自成 可能比较合适一点 因为呢 东北地区的清朝 是他的敌人 他以前呢 也就是敌于清朝的 那现在呢 李自成回犯了明朝 他已经没有主旨了 改成换代了 那现在怎么办呢 李自成呢 他在进入北京之后 当时宣布的一些纪律 好像对他还有好处 因为在保护他们的家族利益 而且现在在招负他 还给他高官厚入 所以呢 吴三桂就决定 归顺大税军 所以吴三桂就带领 他的军队离开三海关 开始向北京进发 吴三桂带领他的亲军和家眷 向西行走 走在半道的时候 就碰见了从北京城中逃出 向东北逃串的他的家眷 他得到了一个非常惊人的消息 说是李自成在北京 对明朝的相关相将 进行无情的考虑 要求大家把家里的钱财 全部交出来 说吴三桂 他的父亲吴湘 也被李自成 抓起来考虑 严心拷打 要去交出财产 尤其是吴三桂 非常宠爱的爱妾陈远远 也被李自成的部将 居为己有 那么吴三桂听了这个消息之后 就勃然大怒 据说是冲冠一怒魏宏连 他就决定要返回三海关 拒绝投降 所以呢 吴三桂他就带领他的大军 又折道返回三海关 他返回三海关之后呢 他就要拱打唐通啊 当时唐通在山海关 唐通人马比较少 招架不住 向李自成求救 李自成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觉得这个吴三桂 怎么反了呢 他还不面目 吴三桂为什么反 听说吴三桂反了 当然他要镇压 所以李自成 亲自带大军前去镇压 但是李自成呢 他自从建立大孙政权之后 一路北上 势如破族 没有遇到过劲敌 他根本没有把吴三桂放在眼中 李自成来到了山海关下 当时呢 这个东北地区的清朝 其实呢 也已经开始向官媒运动了 清王朝啊 当时实际掌权的人呢 是多尔鬼 这个多尔鬼呢 他野心很大 他一直呢 希望这个清军能够进入关内 因为在此之前 这个后金 清朝和明王朝在东北地区 进行了长期的拉锯作战 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关内 现在呢 他觉得农民齐军 已经开始长了大权 农民齐军势力很大 明王朝 故此失彼 这是一个好机会 所以他想趁机呢 进入中原地区 那么他听到了明朝 被李自成推翻的消息之后 就率领满洲八旗子弟 开始向关内进发 本来多尔鬼呢 是想从北边 沿比较靠北的一条道路 来进入关内 就是绕开宁远 绕开山海关 从北边进入关内 因为以前呢 这个黄太极的时候 从宁远过不来 也是从北边 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他们在行进的过程中 就忽然接到了一封 吴三桂的欺世信 吴三桂呢 他看到李自成 向山海外发动进攻了 他觉得自己呢 肯定是没有办法能够应对 所以派人向清军求救 要借师 借兵 多尔鬼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马上改变了主意 他不再从北边向西推进 而是改道宁远 向山海关进发 他的目的就是要接应吴三桂 当然多尔鬼呢 他是一个非常有志摩的人 吴三桂的目的最终是借兵 多尔鬼呢 他的目的是要收复吴三桂 为其所用 大孙军在山海关摆开阵势 和吴三桂进行了正面的交谅 吴三桂呢 在当时设下计谋 引诱大孙军几千人来到关前 然后他用重炮 用那当时的火炮呢 向大孙军讲开轰击 结果造成了大孙军大量的伤亡 那么虽然有几千人死伤 但是呢 李自成指挥他的部队 依然勇勇作战 从第一天晚上打到第二天 吴三桂呢 已经慢慢地支持不住了 眼看到了最后关头 所以吴三桂 在这个时候心急如焚 李自成他的部将 也就是原来投降李自成的唐通 他从一片石 拱破了 当时吴三桂的军队的守卫 准备呢 绕到山海关后 和李自成内外夹击 彻底消灭吴三桂 但是呢 正好就在一片石这个地方呢 遇到了清军 那么多尔鬼 向唐通发动了猛攻 从而使唐通大败而归 到这个时候 李自成才知道清军的存在 他原来呢 想的就是吴三桂 他外面没想到呢 现在背后杀出了程瑶金 在吴三桂的后面来了清军 那么对于这个消息 李自成当然是担心的 但是呢 他对清军呢 是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清军到的有多少人 清军的作战能力如何 他不知道 当然他当时也顾不了很多 他的目标就是首先 彻底消灭吴三桂 而吴三桂呢 在非常危难的时刻 亲自来到了清军阵营 那么他再一次的逼恭逼近 向多尔鬼祈师 多尔鬼说 祈师不行 你必须要祈祥 就是说你要投降 你投降那会儿我可以帮助你 否则我不帮你 吴三桂最终呢 低下了头 接受了满族的习俗 替发 当时多尔鬼答应 说你投降了之后呢 把黄太金的女儿 家庭公主 嫁给你的儿子 你就和清朝皇室结亲了 这样的话 就可以拥抱你的地位 那当时吴三桂呢 就接受了这个条件 投降了清朝 吴三桂投降之后 那么多尔鬼 让吴三桂回到他的大营 继续向李自成发动进攻 多尔鬼本人带领清军 管阵 他就看这个吴三桂 和李自成怎么个打法 李自成和吴三桂 打得非常的胶着 因为这个农民起义军呢 你看他长头而来 没有休息 虽然说他的力量 比吴三桂多 但是吴三桂一一代劳 他的战斗力还很强 所以这个双方打得非常胶着 那最终呢 最终的结果 当然是吴三桂 眼看就要失败 农民起军马上就要获胜 就在这个时候呢 多尔关 他让阿基格和多多 相对一层发动的进攻 清军的投入 马上改变了战争的形势 从而是战局发生了 很大的转变 因为吴三桂 他让开了三海关 清军进了三海关 然后投入了战斗 依据击溃了李自成 李自成只好退兵 退回北京 在李自成退兵的过程中 吴三桂率领他的军队和清军 在后面一路追杀 李自成非常生气 所以就把吴三桂的父亲 吴湘呢杀掉了 那么回到北京之后 又把吴三桂一家老小 全部杀死 李自成再回到北京之后 在4月29日 在北京仓皇称帝 第二天退出北京 回到西安 后来呢 他在向南方运动 到达湖北九宫山的时候 被杀 大孙军退出北京以后 在6月6日 多尔贵带领 清朝为武本官 进官进入北京 这就是明清时期的山海关之战 今天呢我们共同 学习了山海关的历史和文化 我们知道山海关呢 是长城东极的一座民观 在山海关这个天下民观 我们可以去回顾历史 我们可以去了解 山海关的历史和文化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可以享受 山海关一带美丽的生活 谢谢大家